本君是来斩除妖邪的 既然你攻身应战 本君便不与天君相押 你怎么了 我是你的痰儿啊 又琴 你终究还是被种下了碧念锥 就算你忘了神世 忘了天攀缘 忘了发生过的所有一切 你还是不忍心对我下手 你对我还是有情的吧 对不对 只是 我要怎么把你 从天帝手里救回来的 吞弟 吞弟 唐儿呢 唐儿可还安好 您来得正好 吞弟 吞弟没事 只不过这段日子 变数平生 吞弟他 吞弟王死在了唐儿的手上 少殿有情又不认识他了 他就这样一直把自己 关在屋里面 我们大家过来看他 但是又不敢进去 您看 你问你 我异是什么 想三个女髮 真是什么 老大 可还要是什么 这个黑22 Of Faseman 宅恩 你才能够出对不起 nadhiya 还能够出对不起 她呢 blocked这些席上的百姨 以为何我能够出对不起 您的态儿 而遭人迫害 却连个公道都没有办法 帮你们讨回 害你披肩之锐 与人为敌 父皇其实一直都在 为我和姐姐着想 来的路上 父皇五内俱焚 生怕你心头怒火 驱使鲁莽行尸 又落入丽王手中 可没想到你已入主沉渊 还与神君 父皇此来 是想劝我放弃报仇吧 坦然何尝不想回宫 常伴父皇膝下 可是如今情世 父皇当了一辈子 缩头无归 巴结这个 巴结那个 到头来还不是如蝼蚁一般 被天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父皇何尝不想杀了天帝 为奎儿报仇 可父皇做不到 坦儿 你现在与天帝视如水火 我若再劝你放下心中怒火 便是让你任人宰割 多谢父皇体谅 天帝仁义血扬四寒 骨子里却比丽王阴毒百倍 父皇生无法力 帮不了你 只能尽力做到自保 让你无后顾之忧 幸好嫂嫂身边还有吞弟相伴 是啊 本以为吞帝是四界之中最可恨的父亲 想不到 现在却是坦儿最后的依靠 现在四界之内 最不堪的父亲 就只剩下天内 天帝 他说的 天帝所为 着实不堪 没有什么可慧眼的 多日不见 你小的倒是长进了不少 这名便是非 不论亲书的本事 比你兄长还强 兄长自然是胜过我百倍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他总失忆罢了 哼 什么神君 什么四界修为第一人 一到关键时候就忘事 唉